老欢迎每日一打回答一下出版们的养花问题 第一个话说 我食用费买的这两盆植物 浆苗很久了 一直没有心意 应该不是温度的问题 他说有这个有暖气 等下我跟大家要盖它一个点 就是大家买到任何植物来到家里面呢 一般的话如果说 原盆原土的话呢 它就会适应的比较快 只要稍微换个盆之类的呢 它就会先去考虑长根的一个问题 它先去克服这个盆土 也就是我们行业里面 有句话老说的叫浮盆 并不是说你去扶着那个盆那个意思 就是说它要克服这个盆土啊 去适应这个盆土 去适应一段时间 然后呢 它就会缓慢的去把这个根系长出来 再同时的去跟进自己的一个叶片 像十月份刚好是变冷的时候 您说您家里边有暖气 那么在十月十五之前呢 它一般是不够暖的 在那段时间的话 它可能冷着了 之后呢 现在来到了一月份了 整整的有两个月了 你感觉它降苗了 这了那了 其实在这种天气热冷的时候呢 它是在长根 现在咱要做的是什么呢 您那个花瓶 咱们现在可以考虑的就是 你稍微把里面那个内秤拿起来 我看是内外一体的那种 你看看根系有没有漏出来 如果说根系漏出来了 就不着急 它就肯定会好 如果说您长时间的一个水大 因为咱们老师听话 我们说干丝循环 干了以后呢 这个根系会长得更快 你如果说长时间的处在一个水大 有可能出现闷根 好吧 现在我看你第二盆的话就没什么大的一个问题 第一盆的话确实是不怎么生长了 还是跟咱们的一个光照啊 温度还是牵扯一些个问题的 不排除盆土 比较墨迹是吧 老花艺 虎伟兰上面的干糊斑脸 一般是怎么产生的 这种一般是你碰伤的 一般是碰伤的 不多的话 好吧 一般都是一不小心碰到了 或者说有虫子过来稍微咬一口了 或者你一不小心就是碰到的那种 它就出现这种 这个问题不大啊 哎就跟人一样 老一脸上长个半长个圈子长个肤子很正常 你要整体很好 偶尔有个一两个这种东西 谁也避免不了 你我们大棚里面那么些话 你要是拿放大镜看 每盆都不健康 要是这么看的话 不要看整体好吧 老花一好能帮我看看我家的红脑 咋回事黄叶子也不会开花 首先呢红脑不喜欢强光暴晒啊 也是怕冷 另外呢浇水一定要干了再浇 不干不浇 现在我不知道你这个是怎么回事 好吧 因为我从目测判断的话呢 一个是光照 光照过于强 第二个呢就不排除天气冷 一般是这两个点 你就把红脑当成人一样去对待就行了 人也需要一些光照 他也需要 好吧 人怕冷 他也怕冷 你要是把人一样明白了 他就明白了 根系一点问题都没有 然后现在能做的是什么呢 把这些所有老的不好的叶片 还包括那两朵红花全给它剪掉 然后呢放到一个温度适宜的环境当中 干了就掉不干不掉 适当的所以肥掉 温度一定要维持在20度以上 这样的话就好了 慢慢的就会再长出来 可以换个大盆了 现在 您好我想问一下发财素 越来越透明发尖怎么回事 太长了 我给养发财素的时候 那天那个视频 你可能没看到 我跟话们说了 每年五一前后 发财素必须来一次修剪 每年就剪它一回 你长得那么长 你想想 它下面那个矮装 你上面又这么长 它这个营养能输过去 把它输不过去 你以为你是咱们 咱们中国啊 极电狂魔啊 西气东苏啊 南水北掉 你这个掉不上去啊 慢慢的把自己给上掉了啊 注意这个事 这个臭宝说 为什么我的头低着 抬不起头来是吧 瑞香啊 抬不起头来 干燥 一个是空气干燥啊 你像瑞香 茶花 枝子 茉莉 米兰 这些典型的 南方的一些花卉呢 它空气湿度越高越好 你看得越看越水平 反之呢 就是捏捏巴巴 低着头捏不拉击 有人话说浇水 浇水没用 你比方说我嘴唇干裂 我脸皮子干 我手裂 我喝水有用啊 没有用 然后你好 我长寿花买的 怎么 长寿花这样很正常啊 很正常啊 这不还开花了吗 你这都养成复花了 多漂亮都成老庄了 常说话要修剪 在一个空光 你这个养的挺好的了 已经没得说了 已经很哇塞了 有的话说 至于为什么这个样子 为什么这个样子呢 是因为盆小 它叶子就长得小不舒展 你可以换一个大一点的盆 稍微的给它拉开一下 直调的间距 好吧 正常的养护就行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难一 养花问题到点了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